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是政治学者是支持民进党的所谓御用学者 那么你呢 各位选民 你受不了赵绍康还是受不了那一群学者 请赶快打电话进来 如果你受不了的话 我们知道赵绍康他提倡重建新秩序 那么他说警长要用票选产生 到底这位警长是谁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 我希望 我希望台北视频 你们要插亮眼 请你们插亮眼 支持我二号的赵绍康 龙的船人赵绍康 二号一定胜利的赵绍康 赵绍康 只是你自己在喊 那陈水扁根本不理你啊 我提到陈水扁 我就一肚子气 我觉得它不叫做陈水扁 它根本叫做陈水鸟 你知道看 你知道看 它根本不是不理我 它根本是怕我 你看 它这个专挑软式只吃 你知道看 它每次都去吃这个黄大洲的豆腐 请问一下 它敢不敢来吃我赵绍康的豆干 你看 它这种专门吃软 不敢吃硬的 我看到的时候什么都吃不到 你看 尤其现在 我们有人帮我做了一个这个对联 你看 陈水扁它抽到的是三号 所以它说 陈水扁三政出决 黄大洲 黄大洲它抽到的是四号 所以那个对联的右边是 黄大洲四大皆空 至于横批 横批的话就是少康忠心 所以你看 二号赵绍康 我都说赵绍康一定忠心 一定忠心 一定是台北市长 可是李登辉最近说新党 根本是失败主义啊 在我们这个新党的字典里面 从来没有失败两个字 顶多只有转禁两个字 如果说选 如果说选输了以后的话 大家还是屡败屡战 绝不妥协 所以绝对不会失败 我看到一个李总统先生 他自己才是失败 尤其你看他到处讲这些分话的言论 那是非常失败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 你看他还有一些失败的 挑教出来的徒弟 你看就是我们这个台北市长的 候选人黄大洲先生 他每次就在选举前的话 他你看有报名牌 还说他当了台北市长的话 这个股市就一定发 我看干脆把我们李东辉先生 把我们黄大洲先生 干脆让他们在股票上上市好了 看有哪一个投资人愿意去买他们 我看有一天我偷偷把他们抓起来 偷偷把他们抓起来 抓起来 所以人家说你们是法西斯啊 是这个独裁者啊 我想 我要解释一下 有人说 我每次都想什么独裁者致敬 有人说我怎么这么怕法西斯 有人说 还把我这个造号人改名叫做赵特勒 我看干脆把我改名叫做 伊丽莎白泰勒好了 我想 我只是比较有魄力一点 我想任何的东西一定要遵守公权力 只要是非法的就一定要抓 尤其你看 我这个当上台北市长的话 你看现在台北市 跟当初美国西部差不多 连坐个计程车 你看都要被人家打 那像什么话 希望我当了台北市长以后的 我那个警长的话 我希望是由一些公益人士来推判 强强女家绝对没有弱兵 我的手下的警长 一定是一个捍卫战将 一定是一个捍卫战警 我想我现在就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人选 我们请他出来 跟大家敬认一面 好不好 看他到底汗不汗 到底哭不哭好不好 好听面对万重山人 可惜上那红日光 在白市天下不如今生 快来人人 可以啊 我想 我想飞鸿啊 辛苦了 我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通通把那些坏人给我抓起来好不好 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爸爸啊 对不起啊 他还需要有点沟通啊 最重要的是要请大家一起 请飞鸿 你要好好支持我二号赵韬康 二号赵韬 好不好 你来说一遍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星期时 一号救救抗 不是一号 是一号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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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面对我重山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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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现在票数非常的接近 那么我们也不是没有后来居上的记录 所以请赶快打电话进来 那么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讲到 基隆市今天是闹热滚滚 现在我们请自由时报的记者为我们做最新的选情报导 自由时报记者请说 主持人你好 是 这是自由时报记者何鸿信 省长选战热潮今天蔓延到基隆市 而且三党的竞争有激情的场景也有平静的画面 在今天白天的竞选活动中 出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台关抗议行动 打着陈德森一双旗号参选的民进党省议员候选人陈慧青 率领群众到基隆地方法院前进行抗争 要求为其遇害的丈夫前民进党市议员陈德森申冤 陈慧青到目前都还在地方法院前静坐 民进党省长候选人陈定南则赶赴现场申冤 那么晚上的情况怎么样呢 至于今天晚上在基隆市体育馆举行的公办证件会 警方虽然出动了政报车消防车以及救护车严陈以待 但是基隆市选民的表现却相当冷静理性 前几天在台北县被喝倒彩的国民党候选人宋楚瑜 以及昨天对女性选民口述会言的新党候选人朱高正 今晚都顺利完成证件发表现场秩序颇为良好 是 那么宋楚瑜的动员情况有没有好起来了呢 是 而在三党的动员方面 国民党宋楚瑜的支持者今晚明显占了优势 民进党陈定南方面的动员频频 新党朱高正则有一定的支持者 三人都获得热烈的掌声 OK 好 谢谢您 我们谢谢自由时报的记者 那么详细进一步的详情 我们在11点晚间的无线夜报有特别的报导 OK 各位 现在如果你要送给候选人茶叶的话 请记住 你不可以送乌龙茶 只能送包种茶 因为是包种的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国民党现在已经打出了主席牌 到底主席牌是包种茶还是乌龙茶 休息一下 孙悟空有期十二变 女大有十八变 但是这些都不稀奇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先生的情像也很多变 变变变 一会是唱谈理念的国家领航员 一会是宣扬教育的传教士 一会又是和安可亲的李爷爷 不过在这么多变的形象中 有一种变是到目前为止依旧最具争议包贬不一的 那就是李登辉总统摇身一变成为选战中国民党的超级助选员 既然蔡森帮是我们老乡的李登辉推荐 是不是大家也信用他 看他的面子 支持他一下 国民党有这么拙心来革新民主改革的时候 我们推出来的新的产品 大家来支持他 李登辉总统去年首都以国民党主席身份站台助选 在好胜地方政权攻防站的县市长选举中 掀起一阵超级旋风 所到之处不但迎来如雷掌声 也席卷数不清的选票 对于去年打出这张王牌所发挥的威力 国民党阵营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 而就连首都迎战的民进党 思想也不得不承认这股旋风确实厉害 去年民党县市长选举 真的唯一失败的因素就是李登辉 人民喜欢李登辉 人民不希望他垮台 政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办法 这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好不好 当人民做这样选择的时候 我说我们只好接受 夹带的去年要望风披靡的胜利气势 面对着明年即将到来的 总统选举世纪大战 国民党主席李登辉 在今年这场具有 曾先锦后关键意义的省市长选举中 当然更是义不容辞的全身投入 敏感一点的人都会感受得到 最近李登辉先生 逐步加温的复选动作 正是今年他重现江湖 登台助长的前奏曲 这三个多月来的是 这个期间 变话 不唱歌 不讲话的水流 开始讲话也会唱歌 明天要变天 明天要怎么样 你们是要做这个人吗 不要 不要吧 事实上我自己很常规 要三年办法比不上 这个环大作丁 这个环市长这么急 有这么一位在基层民间 拥有极高声望的主席 来协助作战 照理说 当然是如虎添翼 但是在今年如此激烈 而且毫不留情的火拼场面中 国民党再度请出最后完牌李登辉 到底能发挥多大的逐选效果 不但民众好奇 在野党质疑 就连国民党内部也出现不同的声音 这个见老人见智 我们主席当然他有他的得望 但是在自主性很高的地方 让主席在适当的时候 来讲讲话很好 但是在尽量能够不劳动他老人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尽量避免 国民党打主席牌啊 或者打诸葛亮牌啊 打什么牌啊 这些我们不在乎 台北市的选民数字很高的 他要看候选人 过去做的政绩就已经好不好 以及候选人将来 能不能替市民做更多的事情 即使像李登辉牌 去年这么初次打出李登辉牌 他民党也不过是 在全台湾省啊 也不过是46万票 来回也不过差23万票 所以今年好问题的 李登辉牌的效应呢 不会像去年那么大 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亲自出马复选 之所以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 一般认为 主要和去年他首都登台助选时 不惜以切负 对梁又不齐的国民党候选人保证背书 结果造成公信力的折损 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民间党就毫不讳言地表示 他们将针对这点加以扩大发挥 作为今年迎战国民党主席牌的主要诉求 张军堂已经被证明他的协力是假的 而且被撤销被赤上官司了 那你看吴哲元那更是离谱 他现在已经是确定已经被判刑八个月了 那这些都是去年李登辉强力背书的人 李登辉要打李登辉牌 那到时候我们就会公开讲 公开至于你李登辉先生的 知人善用的能力 此外 李登辉总统过去一年来 几次争议性谈话所引起的风波效应 也有人认为 已经使得主席牌在若干外损族群 以及国民党员心中的影响力打了折扣 像是成员多从国民党内脱离而来的新党 便认为李登辉先生的这些谈话 就是他们对抗国民党主席牌时 求之不得的最佳武器 他常常会说错话 你晓得吧 譬如说他讲司马辽太郎那篇文章访问里面 但是他内心的话 他居然说 国民党是外来政权 只不过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政党罢了 还罢了 这样 这个东西你自己是党主席 你自己说你是外来的政权 既然是外来的政权 怎么会到台湾来统治我们 中国国民党李主席登辉先生 他就亲口说过 说中国国民党虽然是白年老爹 他的世纪年龄只有两岁 老板换人了 卖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那还是什么国民党呢 所以他出来就选来最好嘛 表面你去看一定会很热闹 实质上一定会得负面效果 所以李主席会变成我们的最大助选员 不过正面攻击国民党的主席牌 也不是没有风险的 尤其对于去年吃过败仗 而且主张台湾优先的民进党来说 直接批评李登辉这个第一位台湾人总统 会导致支持群众的反感 支持策略上的一大矛盾 因此在正面攻击之外 民进党也穿插使用側面转进方式 试图划清李登辉和国民党候选人之间的界限 以降低支持李登辉的选民 在投票时可能出现的移情作用 让人民知道 宋楚瑜不等于李登辉 宋楚瑜是李登辉的心腹大将 还是李登辉的心腹大腕 这是可以好好发挥的 到目前为止李登辉还是三分有功的 如果你真的爱李登辉 不要让他七分有罪 事实上 经过去年利弊互进的辅选经验 面对今年在野党左右夹起的炮国猛攻 国民党在无法确实掌握效果的情景下 对于这次选举中主席牌的运用 已经谨慎收敛不少 但是由于跨时代的总统直选 明年就要举行 不管草野攻防结果如何 李登辉能否借入这次复选 再创个人声势的巅峰 民众对于这位台湾人总统 是否依然有挥不去的情节 这还是各方矚目关切的焦点 各位 我们的电脑语音投票 已经停止了 那么今天呢 今天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 破纪录的一次 超过4万通 所以很显然有很多选民 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那么主张这个受不了赵少康的是 22404通 那么主张受不了那些发起学者的是 21178通 所以呢 可见这个结果呢 是属于赵少康 应该是比较伤心的 但是这个赵少康先生 我想你也不必伤心 因为支持你的朋友 已经非常的尽力了 那么今天差距这么小 是值得两边的阵营 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 OK 在这里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在星期六 这个礼拜的星期六的时候 19号 那么晚上7点40开始 我们有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选民开炮 是各政党他们有政见 那么我们的选民也有意见 这个节目由于夫所主持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三党的人 同时派代表来这个现场 您可以向他们提出 对他们政见的质询 OK 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 明天记得在李涛的大选大家谈之后 请收看于夫的选举万岁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涛